大家好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广州南站 我马上要坐高铁去上海 后车从我后面的扶梯上去 这是我的车票 3.38出发 二等座 793块钱 在排队等安检 我前面的人好多 今天是星期天 这块区域都是等安检的 广州南站是一个特别大的高铁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丑面 后车区 坐了多少人啊这里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区域 其他的区域简单看一下 凭购票时所用的证件乘车 直接用身份证就可以过杂机检票 不用取票 我刚才提片是为了拍视频 好了过来了 这一套应该就是我这重座的列车 我的座位在五车 2C 这就是第五节车箱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找到了 2C 最边上这一套 现在列车开动了 3点42才开 晚了几分钟 窗外的景色 远远看去那个比较高的地方是日立电梯 那是一个展示的电梯 挺高的 我坐的这几车箱现在是坐满的 高铁上是可以充电也可以连WiFi的 高铁车箱一般没有什么站票 大家带的行李也不多 看一下这个行李架上还没有塞满 另外在车箱的机头这个地方还有单独放大件行李的 前面也还有 就这里 就特别大件的行李 特别大的箱子 放这 这个地方是洗手台 对面是卫生间 看一下 和飞机上的卫生间差不多 空间特别小 但非常干净 高铁就是干净卫生 坐高铁也比坐飞机要自由 坐高铁可以随时起来走一下 坐飞机的话 除非是实在逼不住了要上厕所 要不然你就一直坐在那个位置 到上海洪球了 全程七个半小时左右 广州到上海的距离其实还是蛮远的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